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是要教各位 如何將手機的黑白鍵盤改成彩色鍵盤 還沒訂閱的朋友請到右下角按下訂閱 我們準備開始 首先你們到Google商店去打 GBoard Gboard 這個是Google設計的鍵盤 下載好了之後你要進來 把它點進來 然後在這邊有一個開始使用 你把它點下去 然後再點一個開始使用 然後它這上面你們只要把鍵盤這邊 點進來 然後把這個GBoard開關打開 然後允許完整備用 然後再按允許 然後再回到上一頁 然後再把它縮小 然後再回到剛剛這個GBoard裡面 設定好了之後進來有沒有 你們去看上面有一個語言的地方 把它點進去 這一個地方只有 預設它只有裝中文 我們要幫它新增一個英文的 英文的位在裡面 然後你們自己 要找一下 在下面 英文把它放一個美國的 好 新增一個中文跟英文 如果不夠你們再回來這邊設定 語言設定好了 再來就是 改 再來進來是主題 原本我們的鍵盤就是 黑色跟白色 這是內建的 那我們要把它彩色的 它下面很多 或是你們要自訂也可以 可以把自己 相簿的照片把它放進來 都可以都沒有問題 我們用這個 鍵層的 它裡面有很多彩色的 我們下載一個來當示範 這個好 下載好了之後呢 我們再回到那個 回到剛剛設定這邊 我們手機設定這邊 鍵盤有沒有 設定一般 然後 鍵盤這邊 它有四個鍵盤 我們不要的把它弄掉 之前黑白的就是這兩個 繁體中文這個 點一下 然後按刪除 英文把它刪掉 好 就留一個 Google鍵盤就好 然後按完成 好 弄好之後再回來 回來備忘錄我們測試一下 隨便打一些字 你看它現在就是彩色的 切換的話就是按那個 下面有一個123的 右邊有一個設定 它就變成英文的 切換就是這樣切換 這樣子就可以改好了 這樣子你們可以打字 可以試試看 這樣子就可以 沒有問題 好 大概是這樣 喜歡我的影片請到 右下角按下讚 我們下次見